明时讨厌你 怎么会懂了心 我生活有情 慢慢向你靠近 这梦连净摇的空气 和呼吸 让人珍惜 像万的爱意 怎么着怎么着 被你放着了心 就这样不求你 没道理 爱上你 这生活像是一场闹剧 好疼气 忽然下起暴风雨 怎样太多 太多不可思议 比如爱上你 爱你 明明是讨厌你 怎么会懂了心 我生活有情 慢慢向你靠近 这梦连净妙的空气 和呼吸 让人珍惜 像万的爱意 怎么着怎么着 被你放着了心 就这样不求你 没道理 没道理 爱上你 我要发朋友圈 我们的绯闻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在我要官宣给你个名分 我记得当初某人好像是说过 如果喜欢上我的话 就直播歌篮尾了 走吧 吃饭去 你怎么了 朋友圈里都问我是不是批图了 批图 他们就是不想起我们俩在一起了 说是我批图给你披上去的 还找了证据 说是你参加活动的照片 我抠下来的 怎么就不是真的了 当初一张模糊的照片 就穿得沸沸扬扬的 现在倒好 我官宣了 怎么反而没人信了呢 别生气了 他们还是说 我抢了关爱的男朋友 我是第三者 谣言止于智者 咱不和他一般见识 不生气了 乖 我咽们下这口气 万万 你喜欢我吗 你带着光来你 扯不自己的吗 他们是谁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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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颗心的处于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你带着光来你 洒乱有力和力地 反复看见点光晴 在远续 他们又在一起了 你身间的回忆 止不住声谈许 故事或肯定 如果轻轻按下 暗闪雨的暂停 也许就错过了不轻 年少扎尽的光雨 是不是明明注定 再也有人回忆 刚刚的官宣满意吗 一百分满意 我现在可是征服了 全校金字塔顶尖的 男人的女儿了 我每天都要打视频 好 你不许随便加 其他女生的微信 好 那 如果有其他漂亮女生 要加你微信 我没有手机啊 我没有手机啊 还有吗 算是就这些吧 你不签字啊 我画呀 来 我看我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瓶子 我在这些 你不愿意 是吧 对啊 怎么了 能怎么样 肯定是去找男朋友 可惜了 我们的白菜留不住喽 瞧瞧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去你呢 你才是蛔虫呢 蛔虫这个东西啊 只需要一片阿本达作片 明明是讨厌你 怎么会懂了心 我胜过游戏 慢慢向你靠近 这莫名奇妙的空气 和呼吸 发现这心 神弯的爱意 怎么就怎么就 被你绑住了心 就这样不经意 没道理 爱上你 这生活像是一场闹剧 好天气 忽然下起暴风雨 怎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 比如爱上你 爱你 明明是讨厌你 咱们 喂 我跟你说 今天医院来的病人特别多 我快累死了 你呢 你怎么样 回头 干嘛 你不会又让范医学长 来送惊喜吧 不要总麻烦他了 我今天心情不错 不用哄的 我还以为我们晚晚长大了呢 没想到还像个小朋友一样 我在外面没人撑腰 当然要做大人了 现在你回来了 还不让我做小孩 那这叫什么 嗯 虎家虎威 虎家虎威可是要受惩罚的 什么惩罚 什么惩罚 放我下来 救命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我已有实验吗 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完了 但怕你有压力 就没那么说 学霸学坏 学会骗人了 饿了吗 带你去吃东西 对了 给你带的豆浆 先垫一点 这豆浆到底哪里买的 学校食堂啊 五一食堂不都放假了吗 他们家不放 那店长还开培训吗 不能只教范学长一个人吧 我也想学 我心灵手巧 学得快 你知道了 这个发音 别怪发音学长 谢谢你 谢谢你的出现 谢谢你 亲手给我磨豆浆 谢谢你记得我的喜好 谢谢你的一切 那我也得谢谢你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等你遇见戏结束 我们就去旅游 云恋爱变现 保护水 也别因此 Info 促 狗 客人 Muito 很厉害 什么 对 有 Hulk Hukum 喜欢吗 喜欢 任初 你怎么回来了 你学业完成了 没有 最近不是很忙 今天的工作 在火车上完成了 想见你 帮我把口罩摘下来 电话 师兄们听说你的 烘焙社重组 想来祝贺你一下 小师妹 恭喜恭喜 营养社社长 你好 谢谢师兄们 等你们回来 请你们吃营养甜品 小师妹还是你好 你总算是转型成功了 不枉我们小师弟 每天陪你聊天聊到声音啊 他没有跟我聊到声音啊 跟我聊的是AI小伙 我 我们这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 哎呀 就你话多 就你话多 你就是AI小伙 我们确实研发了一个智能AI 但我发给你的是未完成版本 它可以人工操作聊天 那是挺不智能的 你居然骗我 我没有 骗我你还骗人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吗 想做你的专属AI 不要生气 我没有生气 那照片 那我 发的话 你都看到了 嗯 以后我会多拍下照片的 我想我男朋友了 该摆什么姿势呢 怎么可能 就是 怪兽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原来你去图书馆查字典 就是为了这个呀 翻译说 我们两个做朋友太久了 不够浪漫 我就想着为你做点浪漫的事情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喜欢 超级喜欢学霸的浪漫 你中文写的什么 你笑什么 我超甜的 这不是你的画风啊 怎么会说这个 所以新鲜吗 新鲜 想要甜吗 甜吗 我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话 你跟我在一起 却在想爱迪生 爱迪生说过 天才 是百分之一的灵感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而谈恋爱 是百分之一的技巧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心 就算我技巧学得晚了一些 也不影响我对你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心 真是我听过最甜 最浪漫的情话了 谢谢这次